第三题 图一表示完全相同的甲乙两灯泡 与一电压为V的电池串联的电路装置 在电路上标示AB两点 若在AB两点间连接一条导线如图二所示 且电路中导线的电阻值很小均可忽略 则此比较连接此导线前后的状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图二连接AB这样的导线的时候 我们假这个灯泡就发生了短路的现象 也就是它不再会亮 它等于不存在 那么在我们的图一 这个的电池的电压V 会分给了我们夹一两个灯泡 而在我们图二的这个电压V 是全部给了已灯泡 那么根据我们的V等于IR的公式 我们假设我们的灯泡是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值保持不变 而我分到的电压变大的时候 我的电流就会变大 所以通过已灯泡的电流会变大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那么在AB之间呢 在AB之间 在我们图一呢 它是有我们这个假灯泡的电压 可是在我们图二的时候 AB现在变成一条导线 那么它又 那么导线上 因为我们当过它没有电阻 所以它基本上就没有电 在位差没有电压 所以在图二是没有电压的 所以电压并不是保持不变 选项B呢是错的 那么我们图一呢是有夹以两个灯泡串联 那么电阻值是等于两个电阻值相加 而我们图二呢只有已灯泡一个电阻值 因为假灯泡等于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发现它的电阻值应该会减小 所以呢选项C呢 说总电阻变大呢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图二呢 我们的假灯泡根本就短路 不会有电流 所以它当然不会是电流保持不变 所以选项Z呢也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A是对的 第三题问我们说 比较连接磁导线前后的状况 下列叙述 何者最适当 我们答案选的是A 通过已灯泡的电流变大